就是这个样本有异常 是这个这么理解是吧 我是没有结果的 上面显示的是检测中 我接到了这个街道和聚会的电话 他们就表示 由于我昨天的核酸是阳性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喵 那我现在是在自己家里 想跟大家说一下 这一周发生的故事 那这一周对我来说是非常的 非常的曲折吧 我可以说是 那故事要回到上周五 那上周五正好是我出Foundtown之后的第七天 那按照这个要求的话 第七天我是要做核酸检查的 然后做了核酸检查 那上周六结果也出来了 我是阴性可以解除居家隔离的这一个状态 然后我也很兴奋把这个消息 告诉我小区里面的居民 然后时间又回到了上周日 那上周日早上呢 我们楼又开始做核酸了 然后我下楼去做核酸 那当时的话就是做核酸了 然后第二天就是这周一 就是结果出来了 然后小区里面的业主啊 就会把自己的结果po在群里面 说自己是阴性啊 全家阴性啊这样 然后我一看我的结果 我是没有结果的 上面显示的是检测中 那我就很差异了 嗯 因为再怎么说的话 也应该出结果了吧 楼里面所有的人都出结果了 对不对 然后果不前 过了一会儿 差不多八点的时候 我就接到一个电话 那这个电话 是疾控中心打来的 他们就当时就告诉我 我的核酸样本是异常的 那我就跟他们确认了 我就说什么是异常 到底是阳性吗 还是说不确认 他们当时也没有给我一个很准确的答复 他们就说这个是异常的 他们需要再次上门来复检 他们什么时候过来采样呢 这个我不清楚 我是刘调主 就是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情况 好吧 你们家人 你和家人都不要出门了 他们今天应该会再来采样的是吧 对 好 就是我现在是不确定 就是不一定是阳性是吧 还是 对 就是这个样本有异常 是这么理解是吧 是 好 那先这样子 你们都不要出去了 好 再见 再见 那过了半个小时 这个疾控中心的人就上门来给我做检测了 那个时候的检测是这个鼻烟柿子 就是从鼻子里面捅进去的那个核酸检测 做好之后 那我就去自己干活了 差不多到中午十一二点的时候呢 我接到了这个接到核聚会的电话 他们就表示 由于我昨天的核酸是阳性 我当时很震惊 因为他们已经明确告诉我是阳性了 就是因为我早一些的时候 跟疾控中心认识的时候 他们还是说 这个 就是一场嘛 并没有就是实际表明是阳性的 那就会和解到就说 我这个情况要被拉去隔离 去哪里 不知道 让我准备好东西 差不多下午就接我走这样 我当时 就心情挺忐忑的吧 首先就是 第一个忐忑的就是自己要进房仓了 然后要准备很多东西 那我就开始了自己的打包 一个行李的准备 那第二点呢是 我们好不容易我们整个楼已经 十几天没有阳性了 再出一个阳性 其实对整栋小区的影响也是比较巨大的 那当时我就 理好了行李 洗好了澡 然后打算休息一会儿 睡一觉 就 决定去被隔离了 那就差不多到了那天下午的两点 我就在看我的手机嘛 然后在想 哎我要看看啊 今天早上的就是核酸结果有没有出来 哎 一看 我的这个随时码上面就显示的是 最近24小时内的核酸 是阴性的 那我做上一次来做核酸呢 其实是已经超过了24小时 那这一次24小时内的结果 只有可能是我那天早上 我今天早上做的这个核酸 哎 我一看果然我的核酸是阴性的 那我当时就是非常振奋啊 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用被拉去隔离了 我马上联系了早上 打电话给我的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 然后他们也证实了我是没有被确诊的 所以说他们也是接受了我这个附件的结果 就是核酸阴性的结果 差不多再过了一个小时 我的聚会和街道也纷纷打电话给我 告诉我不用被拉去隔离了 然后他们让我自己多吃点凉花 清瘟 然后在家里休息一下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起伏的一天吧 从早上的非常不安的情绪到后面 接受自己就要去方舱 然后又不用去方舱的这一个心情是特别复杂的 我回想了一下星期天 就是那天我做核酸的情景 我觉得可能是有几个问题的 那天我去做核酸的时候 那个工作人员的采样 他是做了我的喉咙嘛 就是那个烟狮子 但是他采的时候呢 没有采到我的喉咙 他采到了我的舌头 就导致我怀疑我的样本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可能样本有问题 他们就会被判断为阳性 这样 那具体的情况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好揣测 因为我也不知道 就是究竟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开心 我不用再一次被隔离了